明英宗朱祁镇在历史上是个著名的人物 不过这个名不是美名而是恶名 据名誓说他宠行太监王振 任其擅作威服 搞得朝纲大乱 人心尽失 也正是这个王振擅自减少 给蒙古瓦茨部朝贡的赏赐 才引得瓦茨太师也先大举入侵 大帝当前 朱祁镇就在王振的怂恿下 在两天内仓促拼凑出大军二十万 对外号称五十万 御甲亲征 因为准备不足 加上王振不懂军事瞎指挥 明军在图木堡被瓦剌骑兵击 全军覆没 朱祁镇本人也被瓦剌俘 成为明朝唯一一位战败被俘 落入一族之手的皇帝 丢人现眼到了极点 说到这里 可能好多友友们都会心生疑惑 就是朱祁镇为何会那么重新王振 任由他擅作威服 而不屈之指呢 王振的籍贯存在一定的争议 明示中说他是魏州人 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玉县 而在明示济世本末中 则说他是山鸡大统人 个人认为是玉州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因为根据后来的史料 王振罪状中有一条 就是王振想在自己家乡人面前炫耀 让大军向自己家乡 玉州方向进发 从而耽误了行程 被瓦剌骑兵追击 导致了土木堡丧尸 这一悲剧的发生 按明史和明史记史本末的说法 王振是少年时入宫的 他能受教育 从而变得具有一定的才学 大概得感激明宣宗朱湛基 朱湛基曾经设立内书堂 让汉林学士入宫 搅换成本读书 太监有诗诗 能识字 也自那时开始的 汉林学士是整个大明朝 最有才识和最有文化的人 王振得他们指导 加上自己刻苦好学 聪明上进 很快就在众多太监中拖延而出 得到了朱湛基的赏识 朱湛基出生后 朱湛基便认为王振为东宫巨狼 负责照顾太子的起居生活 朱湛基位后 当是太皇太后怕耽误他的学业 便与大臣商量 为他开庭年讲解儒家经义 无奈小皇帝年纪太小 对大臣们说 截区龙牙的经学知识并不感兴趣 与大臣们为皇帝讲学的经历相比 王振所说的道理更加浅浅易懂 大臣引进句点反复辟喻 小皇帝听得为同讲辣 却难以理解 而同样一个道理 在王振讲解时 朱湛基阵却一点就透 一听就懂 可见其学识水平的不同一般 这也让小皇帝觉得 王振不但却是渊博和蔼可亲 而且权无学丘们惯有架子 故而对其好感日深 朱湛基阵是明迅宗朱湛基的长子 出生于宣德二年 1427年 据名是说 他的母亲是渊宗宠妃 孙氏宫中的一个宫女 这个孙氏就是前一阵 风靡全国的大明风华中的女主 孙若薇的历史原型 孙氏自幼就有美艳之名 进宫后被封为贵妃 深受朱湛基宠爱 孙氏被侧奉为贵妃以后 一直没有儿子 心中很是着急 有一天 孙贵妃听说 有宫女被宣宗临姓 并怀孕的消息 便偷偷把这个宫女 接入自己宫中 对外宣称 自己已经怀孕 满过了所有的人 足弃之后 宫女产子 孙氏便抱走了她的孩子 对外宣称 自己生了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朱祁镇 朱祁镇出生后 一直被孙氏抚养 此时的孙氏 已经归为皇后了 孙氏不是朱祁镇的亲生母亲 因而对朱祁镇 可能也没有什么 真实的母子亲情 对她而言 朱祁镇可能只是个 让她晋升为皇后的工具而已 故而 每日里对她的抚养教育 也只是例行公事 缺少感情上投入 朱祁镇久醉继位 年纪尚小 无法独立处理朝政 此时的实际执政者 应该就是太皇太后张氏了 张氏在历史上颇有美名 明使说 她什么事都要征询 杨世奇 杨荣 杨博的意见 然后再决定 这本是一件好事 可以有效规避 由于身在宫中不安适事 造成失证的可能 但这在渐渐长大的 小皇帝的眼中 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在她看来 当然也可能是王振 通过耳濡目染 灌输给她的思想 太皇太后和三阳 把持着朝政 让自己成为一个傀儡 这种想法 让身处青春期的小皇帝 朱祁镇 愤闷难当 一心想夺回政权 但这谈何容易 大臣们几乎每个人都认为 她是个乳羞未干的孩子 对她无比轻视 也没有一个人 愿意帮她夺回 在她看来 理所当然是属于自己的权柄 这时候王振站了出来 发声维持小皇帝的权威 让朱祁镇被感欺慰 但王振很快便遭到太皇太后 和大臣们的联手打击 明史中说 有一次太皇太后召见三阳 大概是得知了大臣们 告诉她的什么事情 太皇太后勃然大怒 当着他们的面 让女官召来王振 大家声斥 又命女官拔出剑 架在她的脖子上 想当场处死她 幸得小皇帝朱祁镇跪在地上 哭过哀求 方才保全了王振的性命 此事过后 皇振有所收敛 也力劝小皇帝 不要轻举妄动 隐忍等待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正统7年10月 太皇太后张氏 因兵去世 朱祁镇借此机会 用王振教她的方法 借机将太皇太后 任用过的老臣 一一清理出朝堂 而对其他不愿意听话的朝臣 则属用暴虐残酷的手段 让他们闭嘴 慢慢如愿以偿地 取得了朝政的主导权 王振借朱祁镇的恩宠和信任 渐渐开始走上前台 在私立间 掌印太监的位置上 开始大量培植私党 扩张自己的势力 干预朝政 对支持她的人 给予甜头 胜观发财 而对不合作的人 则给予无情的打击 看到三阳失事 朝堂风色大变 一些聪明人 很快看出了几准的门道 开始调转方向 与王振靠拢 而朱祁镇则仍然 无底线地信任着王振 朝臣中 只要说王振不对的 他一律认为是诽谤 予以重责 这样一来 朝臣三千起口 百姓苦不堪言 朱祁镇将王振 视为自己的 闭帮耳目 和收回权柄的得力助手 王振则利用 小皇帝青春期的 逆反心理 取得了朝政的主导权 趁机借此 作威作福 无所不为 张氏太皇太后 全力维持的 安定平稳的政治局面 被朱祁镇 拼至青春的冲动 肆无忌惮的破坏 与颠覆着 人权之志 所取得的政治成果 和经济成就 也被他毫不利涩的 大家挥霍 一夜落 而至天下秋 朱祁镇 在桌子的路上 越走越远 大明的局势 国势 也渐渐开始走向衰微 一个青春期 愣投青的年轻皇帝 加上一个满腹私欲的太监 驾驭着大明朝 这艘被他们折腾的 快散了架的大船 在狂风巨浪中 横冲直撞 其覆灭 其实是迟早的事 瓦剌的大局入侵 只不过是让这种覆灭 提前了一些而已 根据以上所述 在朱祁镇看来 王震既学士渊博 和蔼可亲 又全无学究们 惯有架子 比那些自以为是的大臣们 好不知多少倍 他自由丧母 缺乏母爱和家庭的温暖 而王震 出现 则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让其感情上 对王震产生依赖 在朱祁镇眼中 王震既是老师 朋友 还是亲密的家人 在他亲政后 想夺回权命时 王震又是他的得力助手 和政治同盟 是他用来对付 不听话朝臣的有力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又怎么可能 去对王震 加以限制和制止呢 对这件事 友友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